娱乐圈的一位大龄产妇马上就要生了 他就是41岁的贾经文 2015年5月5号贾经文是公开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根据推算他的预产期应该就是9月 自己即将成为一个爸爸 那可以当过父亲 就以后的每一年我就多了一个节育 对那也很开心就是身旁有另一半可以一起陪伴 生几座爸爸还有另一半陪伴 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 修杰凯正是这个幸福的人 41岁的女友贾经文即将临盆 修杰凯满脸都写着幸福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家照顾贾经文 一起看电视啊 然后一起可能帮他按摩啊 这些我觉得这些比较生活上的东西 都是我觉得可能会让另一半觉得 比较轻松的一些曲子 2014年贾经文和小自己9岁的修杰凯相恋 15年5月他公开承认怀上了修杰凯的孩子 更是晒出了挺着大肚子和女儿无同妹的合照 幸福甜蜜溢于言表 再过一个月贾经文就即将生了 什么时候入院预产期又是几号呢 很多事情都要都要去处理 所以说都还在规划当中 那还没有确切的一个方式跟地点跟任何的讯息 所以我们都还在比较当中 敬请期待 两人的爱情结晶是个女孩 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 在即将到来的七夕情人节 修杰凯要一个人照顾两个人咯 我刚刚才知道七夕情人节快到了 我希望我那一天可以不用工作 可以不用拍戏然后陪伴她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能力 新鱼的在线台北采访报道